你 没事 拉脚了 一点点 别动 是这里吗 可又好些了 好多了 走吧 上来 这是做什么 来时是你背我的 回去自然也要还你一次 来吧 好 好 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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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平安 大人 大人 您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您不能不顾子 我没事 西萧大营的事如何了 有消息了 果然不是中义猴 背后应该另有其人 让千月阁继续查 属下知道了 好 你先下去吧 那大人好好歇息 琳琅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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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太子殿下 找到了 上诚于天 私得重任 荣封太子之妃 听闻大京太子荣冠中原 今愿以三万水师求品 不作他乡 但求太子妃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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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元 任安乐 由太祖遗址为证 三万水师作品 我不论你叫什么名字 你都是我寒业的太子妃 子元 我让你久等了 整整一年 才从两地生为太子妃 确实上我久等了 太子殿下 急事快要到了 不要耽误新人行礼 卢明夕 对不起 但我谢谢你 帮我治好了眼睛 只是这一次 我的新娘子不能让给你 新娘子让不让 不是你说了算 卢明夕 殿下是要跟我抢媳妇吗 子元 行碗杯礼吧 我身为储君 这半生克己复礼 贤勇能随心而活的时刻 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 就是黄爷爷的这道 刺魂圣旨 不管我们地寒两家 曾经有过怎样的隔阂 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早就纠缠在了一起 分不开的 巧得很 让我心动的人安乐 便是我要守护的弟子元 你可曾记得 在这苍山之上 我曾说过 你会陪我闯下大惊盛事 我自然是记得的 当时太子殿下可是跟我说 让我只做你的知己啊 那不算 祝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